大家好,欢迎回来 我们已经用前面三个小节讲解了 如何对一个排列好的一列数进行逆序排列 实际上这个逆序排列并不是我们的目标 而是说我们通过前面三个小节的准备知识和练习 了解了如何在计算机中去定义一系列数 在这个里面我们介绍了数组的概念 如何去给这一系列数复值 如何对数组中的一系列数进行取值 然后同时我们还可以按照正 从左到右的方式取值 也可以按照从右到左的方式取值 这样的一个序列的数 我们其实叫做一维数组 如果我说我有好几个序列的这样的数 我们叫做二维数组 这个我们是在第七小节的时候 我们会去讲解 实际上就相当于由一条线变成了一个面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学过几何的知识之后的话 自然就会想到我可以由线到面 那我自然也可以从线由面到体 到体没有什么难度 那就是三维数组 然后再到一个可能我们很难想象出来的空间 那就是四维数组 或者是n维数组 当然从时空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我们知道大概我们可以说宇宙中是存在11个维度 但是我们在数学或者是我们的计算机的编程中 是完全不仅仅限制在11个维度 是你可以设置任意维度的数组 现在我们在这几个小的逻辑挑战中 我们仅仅应用一维数组就可以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个视频我们来挑战一下一个小的练习 叫做淘涛摘苹果这样的一个练习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问题的提出 描述是说淘涛家的院子有一棵苹果树 这棵苹果树每天每到秋天树上就会结出10个苹果 苹果成熟的时候淘涛跑去摘苹果 淘涛有一个30厘米高的板凳 当它不能直接用手摘到的时候 比如说淘涛可能有一米二高 那它能够够到的 那可能就是一米二到一米三 或者一米三以下 那它再有一个30厘米高的板凳 它踩着板凳就可以够到30厘米更高的苹果 现在有之我们给出10个苹果到地面的高度 以及淘涛把手伸直能够达到的最大高度 然后我们帮淘涛算一下 它能够摘到的苹果的数量 假设它只要碰到苹果 它不用其他的动作 这苹果就会自动掉下来 就好像人参果一样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要解决的是它能摘到多少个苹果 我们想一想这个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部分 首先是说 我得让计算机允许我把10个苹果的高度都输入进去 而且苹果的高度大概是在 也不要太高 就如果都超过10米 或者当然我们用厘米来说 那就是如果都超过10米的话 那就是1000厘米 或者是更高 那淘涛肯定摘不到 我们还是用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 所以可能也就在1米到2米之间 这样的话允许我输入一个 这个苹果的高度 我要输入10次 所以看起来 10个苹果的不同的高度 这就是我们上面学到的一维数组 我只要定义一个整数数组 叫它的数量是10 那我就可以存取10个高度值 然后接下来的话 那我就是要去看 淘涛本身有多高 然后它加上板凳有多高 我假设就是它有多高 它就能摘到多高的苹果 那个我不再去考虑 就是说它可能伸起胳膊 还能再增加一些高度 咱们就用一些简单的方式 假设我能知道它能够摘到的最高的 那也就是加上板凳 最高的高度 那比这个高度低的苹果 就意味着是它能够摘到的 比它这个高度高的苹果 就是它摘不到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 什么叫做比它高比它低 实际上就是我要用淘涛能够达到的最高的高度 去和每个苹果的高度进行比较 那比较就是一个小一等于或者大一等于的问题 那这块就可以用if去判断出来一个结果 然后只要它能够碰得到的 那我可能就要找一个技术器 我就加个1 最后我看这个技术器总共有多少个 那输出多少个 就是它能摘到的苹果 所以这么看起来 这个算法基本上像我刚才描述的 输入一个苹果值 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做比较 当然这个比较就是一个循环 在循环里面的话是一个if 然后只要是来达到条件的 我就在某一个地方 加一个1 最后我输出那个某一个地方 一直加累加到的那个总数 那就是我的结果 好了 咱们把这个实现起来 我们先保存我们的空程序 getup到ahc6 然后到第641 输入的格式 首先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去分开来看 输入格式包括两行数据 第一行包括10个苹果的整数 用cm作为也就是厘米做单位 那就是100到200之间 第二个是表示 另外表示一个100到200之间的整数 表示陶陶把手伸直能够达到的最高高度 也就是他不占板凳的时候的最高高度 好 那我们先来printf 我们淘陶在苹果 printf 请按顺序输入10个苹果的高度 100到200 单位为cm用空格格开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当你学习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程序之后的话 那就尽可能的把你的程序写的让别人读起来更加的舒服 所以既然我后面我知道我的逻辑是我要读入10个苹果的数量 那我就去请这个人按照我的要求来去做 当然在这个之前我可能要先去定义 我就用苹果是apple 我就用apple10 10个苹果 同时说我还要定义一个把手伸高的这个高度 就是我看咱们在这个地方定义一个h 我定义两个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就scanf了 for 我当然这边还要输入一个i i i 小于等于0 i小于等于 注意是9 i加加 在这边我会 scanf 代分号b 然后我输的是什么 注意按的符号 a i 这时候我运行完它 我就获得了10个苹果的数量 在这边作者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讨论 就是我们用int a10是定义了10个空间 但是数组一定要注意它是从0到9 这个是c语言的规范 所以它是a0到a9 当然我们也可以写成a11 然后这样就可以用a1到a10去表示 好像看起来和日常习惯比较的靠近 但是这个时候注意你浪费了a0这个空间 a11实际上是11个苹果或者11个盒子的重量 作者他倾向于第二种方式 就是我要10个苹果的高度 我定义11个自编量或者编量 它的理由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更喜欢从1开始的 这一点上面我其实有一些不敢苟通啊 我的建议其实或者是我自己的习惯 大家自己去揣摩 我希望你还是能够按照你要多少个编量 你就定义它是a级 在这个里面首先一 我们编好程序和不好程序 也不能说不好 就是程序的质量的高下 取决于你对系统资源的利用的效率 我们不希望大家随便的去浪费资源 所以你定义几个你就用几个 然后第二来讲的话 这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人习惯 还是不习惯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一门语言 我们就要尊重这个语言的规范 既然c语言它的规范就是从0到n减1 那我们就去适应这个规范 像我上一个视频讲到的 其实也有已经一些其他的计算机语言 它已经是1到n了 所以在这边的话 当你学到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如果使用了第二种方式 这种惯性 10个苹果你还是去定义A11 那个时候它就是从1到11 反而会给你造成更多的误解 因为你浪费的是那个11而不是10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学习到了第6章的 这个C语言这本书 我们希望 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遵从C语言 对于数组定义的规范 尤其是这一点到了我们后面这二维数组的时候一样 因为我在行这边的话是0到n减1 列这边的话是0到m减1假设 那我这边的话 如果你现在使用了第二种方法 你就会给自己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不会用这种11的这个方式 所以在这边咱们既然还是要用计算机 那我们还是要学习C语言 我们就用0到9 当然在这边我们之前提到我需要有一个计数器 对吧 我计数器就是说我到底弄到了多少个苹果 所以我用sum 然后我输入的这个高度是h 然后它有一个小板凳是30对吧 所以我能够摘到的高度是h加30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30实际上是一个常量 像我们上一次说的是说 如果我输入了一个值以后 那我下面就可以进入另一个循环 同样是i等于0 i小于等于9 i加加 我在第二个这个循环里面我去做什么 sum我先让它等于0了 我缺的是h 让加30对吧 我也一样要输入一个h 所以请printf 请输入滔滔的高度 然后在这边 在这之后我skyf 然后在这我就进入判断了 if if 什么 a i 小于等于 h加30 对吧 我们判断的就是它 则怎么样 这个地方 像我之前也提到的 尽可能不要去省略大括号 所以在这儿我可以当然写成一行没问题 但是不要省略大括号 sum就等于sum加1 实际上我可以简写成sum加加 这个时候我就有了sum 从0到9 我这样捋过来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循环统一啊 其实是可以的 我在这儿每如果我不要写到两个循环 我就是说相当于我每读入一个数 我立刻就进行这个判断 那这个也是成的 但是我们写成两个部分的话会比较的清楚一点 然后我最后printf 淘淘能够摘到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百分号地指的是谁啊 sum 好 我们这样的这个程序 大家是不是感觉好像写的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这个麻烦是值得的 因为这个麻烦造成的结果是 用程序的人 或者以后读你程序 打算去改程序的人 他会比较清楚你的程序在做什么 首先请输入淘淘的高度 比如说淘淘现在已经是1米3了 请按顺序输入10个苹果的高度 用空格格开 你看现在是不是说的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有一个30厘米的小凳子 那就意味着是说只要是比160低的 那他都能够摘得到 比如说我先输入105 咱们就按照书中给出的这个测试用力 这样100200这个比1高了 140看起来有三个了 194个 1345个 167摘不到 198摘不到 200摘不到 111摘不到 但是看起来我有6个 答案是淘淘能够摘到6个苹果 看到了吧 所以这样的话 你虽然我似乎多敲了一些文字 但是现在这个程序运行起来 是感觉到就有了一些智能的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练习 能够把自己这个程序调通 这个主要练习的是说我们一维数组 我们也就是说单维的这样的数组的定义 数组的元素的读入 然后我们进行之前学过的循环判断 然后进行累加 然后最后再进行数组的这个数据的读出 然后我们最终打印 当然在这个里面我给大家补充了一些 能够让你的程序变得更加的可读 可读性的提高可读性的一些建议 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 下一个视频我们进入到这个逻辑挑战的第14个 叫做一个萝卜一个坑 下个视频再见 下一个视频再见